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黑暗炸鸡 今天我要给你们出一道脑筋急转弯题 题目就是,小明的妈妈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叫大明,二儿子叫二明,三儿子叫什么 如果你们实在回答不出来话,那就给我点点小翁星关注一下 快点把你们的答案打在评论区 让我黑暗炸鸡看一看你们实力到底有多强 好了,废话不多说 今天我来的真正目的也是出题考一考奥特曼 看他们到底多厉害,还是根本就是一个大笨蛋 哈哈,今天我就要考考你们 给你们一人出一道脑筋急转弯题 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那可就要在屏幕前的小伙伴面前出糗了 小伙伴们,你们擦亮眼睛,拭目以待吧 第一道题,就由塞兔子你来回答吧 题目是,大象的左边耳朵像什么 让我想想啊,大象的左边耳朵像扇子 这个答案肯定对 哈哈,不好意思,回答错误 大象的左边耳朵是向右边耳朵 你没机会了 下一题,太家,你来回答 题目是,谁的手不能摸 我想想啊,那肯定是被老黑的手不能摸 因为他上完菜所从来不洗手 哈哈哈哈 什么玩意儿,回答错误,是仙人掌的手不能摸 因为仙人掌上面有刺,会扎你的手,这么简单都不会啊 下一题,泰塔斯,你来回答 什么东西有五个头,大家却不觉得奇怪 我来想一想,那肯定是怪兽,有五个头,大家都不觉得奇怪 又是回答错误,答案是手指头和脚指头,都有五个头 哈哈哈哈,你们奥特曼也太笨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 看我把你们都变成大笨蛋吧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你们还知道哪些脑机急转弯 评论区也发出来吧 下次我就去考一考奥特老王